一口咬定就是中國害殘美國經濟 搶走美國人的工作 不過這名反中的政治人物 不屬對中國強硬的共和黨 而是民主黨籍的參議員候選人 萊恩與美國前總統川普支持的 共和黨候選人萬斯 兩人角逐二害二州參議員席位 幾乎在所有的議題上分歧 卻在對中政策上不謀而同 甚至還彼此較勁 誰比較陰 隨著美中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美國人對中國抱持負面態度的比例 也節節創新高 相較五年前 已將近翻倍跳漲到百分之八十二 民主共和兩黨參選人 劍機行事同時打出抗中牌 意圖搶下中西部的全票 美國中西部是製造業的基地 卻經歷了數十年的就業機會流失困境 生活水平下降促使 大量南嶺階層選民 被中國偷走美國工作的輿論風向吸引 不過與此同時 美國總統拜登 試圖再次將選舉焦點 轉到墮胎權議題 拜登承諾如果民主黨能在國會取得足夠席次 就會推動法案保障婦女墮胎權 紐約時報公布的最新民調卻顯示 百分之二十六受訪者認為 美國最緊迫的問題 是經濟遠遠勝過墮胎權的百分之五 民主黨畫錯重點 專家估測共和黨約有七成的機率 能夠重新執掌眾議院 並且打破在參議院的平手 屆時拜登政府恐怕將束手束腳 近期新聞在一中陳思寅報導